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嘉雄 那我们今天议论纷纷第五集 议论纷第五集呢,在标题上是面王 面王就是鼻洞与眼窝 那鼻洞与眼窝呢,我们在看的时候 面王就是主要就是讲这一块,鼻头 那鼻洞,鼻的洞,眼窝 那鼻洞里面最重要是腮骨 这腮骨呢,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在额骨下面,眼眶骨中间,然后蝶骨的前面 所以腮骨是一个过滤的 那在这里我想要跟各位提一个观念 我们的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头颅骨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从表格开始看 这边看到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一条 我叫这个蓝色的多脑 我再讲,因为它如果清爽愉快,是让人家愉快 但是当你很疲惫的时候,它就像蓝色多脑 那各位看到,这一条呢,是丧死状静脉 丧死状静脉,丧死状静脉 丧死状静脉脉,我今天就叫这个丧死状静脉 那丧死状静脉脉,各位可以看到 往这里看,也是丧死状静脉脉 那到底它有多重要呢,在这个鼻洞里面 我要跟各位解释说,各位看这个丧死状静脉脉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在头五骨里面 这个呢,头五骨呢,我们看到,这叫人字凤 后面就是整骨,这是最简单的看法 然后这里呢,就是死状凤 剑死状凤,这是万状凤 那各位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在生物学咯 或者在解剖学生下,念的观念 有时候这个头五骨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简单讲,这个头五骨,这个人字凤 这就是我们整骨 那这里最重要就是这个万状凤,跟这个死状凤 万状凤,最重要的是这一条,里面各位看到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上死状,上死状凤 上死状凤,各位它来自哪里 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头五骨 这头五骨呢,是从这一尊拆下来 那这个头五骨呢,是从另外一个模型拆下来的 那这个,各位看到这一件 上死状凤脉痘,好,各位要了解了 它就是上死状凤脉痘贴在它手 上死状凤脉痘来自哪里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 上死状凤脉痘,下死状凤脉痘,各位看这个上死状凤脉痘 这里有一个线条,它这里是,主要它是测脑式,测脑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测脑式,测脑式呢,第三脑式,第四脑式 他这是第四脑式,第三脑式 这三个脑式里面的脉络 就是我们的动脑,就是我们的动脑,心脏到脑部动脑 经过这个测脑式,两个测脑式,各位看到这测脑式 两个,主要的,那经过测脑式,到四间孔 到了那个第三脑式,那第三脑式,第四脑式 第四脑式它前面是巧脑眼脑,后面是小脑 所以这个脑式它所影响的,就会因为它这个影响,比如说测脑式 它最主要就影响我们的,大脑皮脂的,大脑皮脂的额叶 那它的后脚,后脚就影响大脑皮脂的整叶 下脚就影响大脑皮脂的裂叶 那中央部呢,就影响大脑皮脂的底叶 也因为这样的影响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头部组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你要惊奇的 今天去讲的,鼻动,很眼光动 这实在道,最重要的是各位看这个图 各位看这个,这是在日本的骨头里面 在日本的骨头里面 那各位看到这个头颅骨 所以头颅骨它是冠状况和死状况,跌接而起 那因为这个跌的是什么?它是钙石,就是石灰石沉淀 这是一个古代日本人,因为古代的日本跟任何古代都一样 他们的营养,还有他们生活能力,还有在设施方面,在生活体质上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挖线的地方,线下的地方是表示它老化 那增殖的地方,表示它里面有疾病,所以增殖 所以这个可以肯定就是,它这个变化呢,它是来自哪里? 我们各位要了解,我们刚刚看了 可以看到,这个冠状况,这个死状况 那这个会钙化,它是为什么会钙化? 为什么会随时沉淀? 就因为这后面里面,是上死状静脉痘 那上死状静脉痘呢,它里面还有些恒静脉痘,X状静脉痘 所以在这个静脉痘里面,我可以各位看一个 在这个图上比较容易理解的 在我们的头颅骨里面,我用这个头颅骨来各位解说 各位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温宴 因为我准备资料要给这个内浴编辑丰富 所以但是它在看的时候就可能比较雾雜 那我在找的时候也就有点吃力 但是我尽量快点找到给各位看 你看,这个最主要各位看这个石状静脉 这是前后还在,这个前后还在 所以这是我们称它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这个在小孩子的时候,婴幼儿的时候,它是西门来源 所以这叫大西门,这叫小西门 事实上,人生一辈子到脑 它是大西门多在那点点的一期进入 因为额叶,大脑医的额叶是思考 然后我们换天顶骨的两侧,偏偏一点,外侧一点 就是额叶,它就是负责我们的听觉 那顶叶的部分呢,它是石状静的一个区块 它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思考 然后人生后面就是我们的视觉 所以这样了解以后可以了解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的身体里面的钙化的情形 就是你里面任何身体有任何状况 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所以在我这个石状静的资料里面 可以看到一部分 我们看这个盖银抢中的那些 那这里我所记录的资料 就是我们的营养数来看 可以看到一个最简单的观念 我们看它的这个成分 我们看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碳氢氧氧氮 它比例在人体比例总共在96% 叫什么的水啊,未氧化碳啊 这些氧啊,氮啊,氮啊,这些 那碳就是C占18% H占65% O占10% N占3%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钙占人体里面1.59% 然后0占1.0 然后像这个拱占0.15% 那这里面我们提到一个观念 就人体的必要的矿物质 像这个我们这个量 另外就是量多一点的是 钙、铁、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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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微量的骨、鑼、鑫、鑫、鑫 微量的骨、鑼、鑫、鑫、鑫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在周期表里面 往后还没有机会再跟我解释 当像冬虫下草我在紧缩的时候 我在跟你平常讲的时候 冬虫下草 冬天是虫下一次草 那冬天它所吸收的营养最重要是什么 所以冬虫 冬虫 虫就是蛋白质 所有的动物以蛋白质为主 那这个下草呢 它就有葡萄糖为主 所以这里面它的铜跟猛会比较多 这鑫跟铁会比较多 这些比例 这些观念 所以在我们看这个鼻动的时候 各位要了解 我再三强调 我们的头颅骨呢 它的变化 它绝对是从内脏一直比较出来 所以当你的内脏 湿的、磕的、活动是什么 心理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是三十串静脉痘 三十串静脉痘 它是我们四个脑室 它的脑鸡髓 一个人真的八十到一百五十毫升 到积水循环以后 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就新陈代曰完毕 再回我们 以第四脑室为主 其他脑室为主的 脂质膜下腔的颗粒层 吸收回来 回上子状静脉痘为主 那上子状静脉痘为主的时候 它走一走 就走到S状静脉痘 然后S状静脉痘 然后S状静脉痘 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所以各位看到 是S状静脉痘 各个S状 这就是S状静脉痘 进去以后就是S状静脉痘 就是S状静脉痘 过了这个头颅骨了以后 可以看这个 这就是S状静脉痘 它里面有S状静脉痘 第九 第十一队脑层痘痘 穿过去 那这是S状静脉痘 这个头颅骨 这样看 所以我们在了解上说 你的观念 你的心理 你要知道说 这些S状静脉痘 在跑的时候 它所带动的血液 颈动脉 它就把它送给了 脑漆水痘 然后脑漆水痘 代谢完以后 它送到S状静脉痘 以后 就静脉脉痘 那我们今天呢 第五集 一轮瘟痘就讲到这里 谢谢